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所要讲的这个故事呢 可以有两个关键词 一个是神秘 另外一个是爱情 这个故事呢 又包括两个部分 一部分呢 是讲一个疑似的爱情故事 另外一个则是真实的爱情故事 真实的悲伤 故事的男主人公 只有一位 她就是距今三千多年前的 周朝的第五位天子 周穆王姬满 而故事的女主人公 则有两位 一位是姬满最宠爱的女人 叫圣姬 另外一个女人则更加的神秘 人们甚至不知道 她到底是人还是神 她是什么身份 是女王 部落首领 还是祭司 也不知道她的年龄 是三十岁 五十岁 一百岁 还是万岁万岁 万万岁 特别引起人们猜测的更是她的住址 她到底是住在哪儿 是住在当时的西域 还是当时的西亚西欧 或者是住在更远的埃及 人们只知道该怎样称呼这个神秘的女人 或者叫女神 人们称呼她为西王母 咱们先来说说这个故事的出处 这个故事呢 是出自于几种书 所谓几种书呢 是在西晋时期挖掘出土的一套史学丛书的总称 除了《慕天子传》以外 还有另外一部书 也是在吉郡同时出土的 另外一部书呢 就是对史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甚至可以说是颠覆性改变的诸书纪念 几种书被发现纯属偶然 是一个叫否准的盗墓贼 他到了战国时期未安喜亡的陵墓 这个盗墓贼呢 可能也没有什么职业道德 他下到墓室以后一片漆黑 于是呢 就随手抓起了地上的竹简点燃 用以照明 其实这些竹简都是珍贵的史学资料 凤准也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盗墓贼 他的名声远远超过了后世的吴邪和胡巴矣 得到战国墓被盗的消息的晋武帝司马炎 马上对这所陵墓进行了抢救性挖掘 因为当时这些竹简上刻的都是一些令人不懂的蝌蚪文 所以呢 晋武帝司马炎就让荀旭 素希他们对这些文字进行翻译整理 荀旭就是三国时期曹操的毛氏 荀玉的侄孙 最后呢 就整理出了竹书纪年呀 索语国语和穆天子传 其中只有穆天子传是完整保留下来的 关于竹书纪年中的记载呢 现在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史学界人士的认可 而关于穆天子传呢 有些人则认为这不过是一个胡编乱造的神话故事 并没有什么史学价值 其实这部书到底是不是神话故事 并不需要特别多的考证 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翻看一下就知道了 这部书并不长 不过我敢担保您肯定看不下去 因为实在是太无聊了 这部书通篇记录的基本上就是周穆王从哪儿到了哪儿 然后在那里干了什么 会见了谁 送了什么礼品 收了什么礼品 然后又举行了什么样的祭祀活动 再然后就是进入了下一站 基本上又是重来一遍 除了人名地名和礼品有区分以外 故事梗概基本上差不多 就这样的故事一直演绎了四五卷 一直到最后 西王母才出现 才开始有了点故事的意思 所以说如果真的是神话故事的话 完全可以省略掉前几卷 根本就没有必要在所去的路程上大费笔墨 而之所以详细记录了沿途的情况 让我们觉得这更像是周穆王身边史官的随行日记 而且书中所记录的时间、地点以及人物 在最新的考古发现中也得到了印证 后世力道源的水晶柱 也多次引用了这部书中对地理环境的记载 所以越来越多的史学家开始相信这部书的史学价值 这部书最初整理出来是五卷 后来在金本的时候不知道谁那么多事 又将周穆王美人圣姬死士一卷加入其中 这样就造成了总共六卷的《慕天子传》中 出现了一个男人和两个同时空的女人 这下这个故事就变得更有意思了 在周成王以及随后的周康王统治期间 是明德慎行 行错之道居然可以四十年不用 在这两位君王的治理之下 周朝达到了鼎盛 历史上欲称为成康之志 周康王以后周昭王继位 周昭王此时四周面临的敌人 分别是南部的楚人、东南淮河流域的淮夷 也就是东夷人 还有西北部的犬龙部落 周昭王首先是发动了对楚国的战争 其实目的并不仅仅是领土 更在于楚国所掌控的大野山铜绿矿 以前我们讲商周王的时候提到的那个金道西行 当时商周王在灭国之前发动的对东夷的战争 就是为了保证金道西行西端的畅通 而这次周昭王对楚的战争 则是为了保证对金道西行东边的控制权 周昭王三次争处 最后一次是南征不归死于汗水之上 死于汗水之上 就是说他是被淹死的 据说是周昭王坐上了当地人为他用浇水沾的船 等船行进到汗水中央的时候 浇水溶解 周昭王就这样被淹死在了汗水之中 他的尸体被他的一个有长臂且多力的卫兵 新游迷从江中捞出送回了浩京 不过这只是一个传说 关于周昭王的真实的死因 至今仍然是个谜 周昭王轰式以后周穆王继位 据史记记载周穆王继位的时候 已经50岁 他在位55年 也就是说他总共活了105岁 不知道他如此高寿 与他拜访西王继是否有关系 公元前964年 周穆王率七翠 遇八郡踏上了西去的征程 所谓七翠指的是周穆王身边的禁卫军 就是西周时期最精锐的部队西六师 而八郡呢指的是八皮骏马 大家如果想知道这八皮骏马长的什么样子 可以参考一下郎士宁的八郡图 而专门负责驾驭这八皮骏马的御者 在后来也是非常的有名 他叫赵富 是赵国的始祖 那个时候恐怕没有人知道 此次西行他们竟然用了这么长的时间 去了那么远的地方 有了这样一段神奇的经历 那么周穆王为什么要安排这次规模宏大的西行呢 这就要考察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 当时周穆王西边的主要敌人就是犬戎 大家知道周人也是出自于西部 他们也是羌人 而犬戎族也可以说是羌人的一支 但虽然都是在西部都是羌人 但他们双方却彼此互为死敌 在商朝期间犬戎是庸伤的 他也经常在商王的支持之下 对周部落发动进攻 当年周文王在准备讨伐咒王之前 也是用了很长的时间多次讨伐犬戎 把犬戎平定以后才敢东进伐咒 到了周朝统治期间 犬戎的势力也是一步一步的做大 在周穆王这次西行远征的前两年 他已经发动了对犬戎的战争 历史上对他发动这场战争的成效评价不高 认为在之前犬戎族还不时的向周朝进贡 但自那以后双方成了死敌 犬戎族再也不来了 但是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更加长远一点 200年以后周幽王统治时期 就是犬戎族灭了西周 说起来历史有时候也是惊人的相似 当年的周国利用商朝的内乱 武王伐咒杀死了商周王 推翻了商朝的统治 而三百多年以后 犬戎族又利用周朝的内乱 与申侯一起攻进了浩京 杀死了周游王 这时候不禁想起了孔子的那句名言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由此也可见 当年的周穆王族意对犬戎用兵 也是有点战略眼光的 或许那时候他已经知道 犬戎必将成为他们的心腹大患 在后世汉武帝与匈奴作战的时候 曾经派张迁出使西域 目的就是为了联系匈奴后方的大肉支 以其形成对匈奴的南北加工知识 那么周穆王的西行或许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此次西行他的目的或许是不仅要巩固一下 两年前战争的结果 进一步安抚那些已经臣服的犬戎部落 另外呢他还想到犬戎的后方联系当地的部落 以期形成对那些还没有臣服的犬戎族的东西夹攻之势 所以周穆王此次出行肯定不是单纯为了游山玩水 这次可以称为西巡也可以称为西兽也可以称为西征 和周穆王一起西征的除了他的七翠八郡以外 还有一个他最宠爱的女人圣姬 圣姬就是圣伯的女儿 姬这个字在西周的时候是有特出的意思的 指的就是王的女儿 圣伯是诸侯王 所以他的女儿就叫圣姬 在后来的北宋期间宋徽宗将他的公主的名字 改名叫帝姬 就是为了效仿西周时对公主的称呼 圣姬也是姬姬 他是周五王弟弟的后裔 所以周穆王纳他为妾 实际上已经违背了同姓不婚的原则 顺便说一下周穆王是有皇后的 他的皇后还是姓姜 周穆王率领了大队人马 先是从洛邑出发一直向北 到了现在的差不多河北省石家庄附近 然后折向西 这一路上呢 他们都遇到了当地的部落首领 每个地区的部落首领都是亲自来迎接 而且呢 向周穆王敬献了当地的特产 基本上都是牛羊和马 不过呢值得一提的是呢 这里的马是石马 就是可以食用的马 周穆王呢也是回赠一些礼品 其中的大部分是一些贝壳 珠宝之类的 这个买卖呢 似乎看起来还是划得来的 反正这一路上呢 是经过了很多的部落 大部分的都是这样一个程序 在此呢 我也就不赘述了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去翻一翻这个慕天子传 还是挺有意思的 我保证你能睡一个好觉 值得一提的是当周穆王到达了现在的河套地区 也就是黄河岸边的时候 在那里有一个部落 是河宗氏部落 这个部落呢 据说都是河神的后裔 河伯大家可能不熟悉 但是他的妻子 大家一定不会觉得陌生 他就是在曹旨笔下偏若惊鸿 宛若游龙的落神 据说河宗氏有通天的能力 他能代替天地发言 所以当周穆王与河宗氏部落首领博妖一起祭祀和神的时候 博妖突然以天地的语气对周穆王说 说小满啊 以后天下就归你治理了 周穆王心里想你这不是废话吗 然后博妖又说 我将冲山之宝赐予你 你要去冲山去取 周穆王当时就答应 冲山还在更远的西边 由此周穆王决定继续西行 从这点上我们也能看出来 周穆王或许最初的行程中并没有计划 往更西的方向去 他是在听从了博妖 或者说是听从了天地的劝狱之后 才决定继续西行的 反正已经走了这么远了 那就再往西一点 也许会有更大的收获呢 博妖还把他们族中珍藏的河图给周穆王看 而且愿意亲自做向导 这样周穆王就率领大军渡过了黄河继续向西进发 下一站他们又到了一个叫赤屋市的部落 赤屋市部落与周人就更不是外人了 当年周人的先祖古宫弹部决定迁徙的时候 他留下了一部分人来看守他们曾经居住过的家园 而且他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这部分人的首领 赤屋市部落也是姓姬 是周人的近亲 由此呢 我们也能看出来周穆王此次西行 除了他与对抗犬戎的战略目的以外 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已经隐隐的出现 那就是周穆王的寻根之旅 他们周人的先祖就是从这条路上逐渐的向东迁徙过去的 而这不仅仅是周人的足迹 同时也是骨枪人的足迹 告别了赤屋市部落周穆王一行继续向西 又差不多走了三十多天的路程以后 他们就进入了西王五之邦 那么西王五之邦到底是在哪呢 有人说是在埃及 而且列出了几点理由 听起来呢还是蛮有道理的 比如说他提到了周穆王总共的路程 说周穆王总共西行了三万五千里 折合起来就差不多一万多公里 而从洛阳到埃及的直线距离是七千公里 周穆王肯定不会走直线 所以他总共走了一万多公里 最后到达埃及 从路程上来看是合理的 而且既然是一万多公里 那这个路程肯定是不短 不会是现在我们知道的中国附近地区 而且根据《山海经大荒西经》的记载 西王母所居住的昆仑之邱 是在西海之南流海之滨 赤水之后黑水之前 有大山名曰昆仑之邱 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 所以有人对照地图以后就发现 西海应该指的就是地中海 流沙指的是撒哈拉沙漠 赤水指的是红海 这个方位明显指的就是现在的埃及 而且说昆仑山有可能说的就是金字塔 而且是胡夫金字塔 那个所谓的人面虎身的神 就是埃及斯芬克斯师身人面像 而且金字塔和师身人面像 最早都是七成白颜色的 而且周穆王时代 埃及也正好处在第21、22王朝之间 当时有几位法老 其中有一个法老的名字就叫西阿蒙 听起来就像西王母 而且近代考古发现 在金字塔内的一个女性木乃衣 身上佩戴着一块丝帛 据鉴定这块丝帛是来自于中国 而且年代就是出于周穆王时期 这样大家自然就会联想 这块丝帛也可能就是周穆王这次带过来的 除了这些证据以外 还有一个证据 就是在周穆王的沿途 他每到一个地方都是当地的部落首领 首先向周穆王敬献礼物 然后等待着周穆王的回赠 这明显体现的是一种尊卑的关系 周穆王在上 部落首领是在下 而据《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见西王母的时候 是自己先献出了白龟和玄碧 随后又在摇池上宴请西王母 这一切都是周穆王做动 这其中体现的尊卑关系似乎就被颠倒过来 西王母在上 周穆王在下 那么试想一下 在当时的地球之上 谁还能比周穆王更加尊贵呢 那一定是埃及的法老 或者是在埃及比法老更有实权的大祭司 因为在埃及法老只掌握着三分之一的权力 而三分之二的权力 则掌握在迪比斯的祭司们手里 听起来似乎是理由满满 但是呢 我可以笃定的说 绝对不可能是埃及 反对的理由 其实一条就已经足够了 就是路程 持这种观点的人都认为 周穆王此次西行 总共走了三万五千里 那么我们看看《慕天子传》 是不是这样写的呢 自宗州蝉水以西 至于河宗之邦 杨虞之山三千有四百里 自杨虞西至于西夏市 两千又五百里 自西夏至于朱虞市及河首千又五百里 自河首香山以西 南至于冲山朱泽昆仑之修七百里 自冲山以西至于赤乌市春山三百里 东北还至于群域之山 结冲山以北 自群域之山以西至于西王母之邦三千里 自西王母之邦北至于矿原之野千有九百里 宗州至于西北大矿原一万四千里 乃环东南复至于羊鱼七千里 环归于州三千里 各行尖数三万有五千里 现在大家可以看出来了 三万五千里是往返的里数 据《慕天子传》记载 此次西行从洛邑一直到西北大矿野 总共是走了一万四千里 他们回城又走了一万里 总数应该是两万四千里 但是在《慕天子传》中却说成是三万五千里 那多出来的将近一万公里 那到底去了哪儿 他并没有明说 不光是这一万里 咱们把刚才列举的那些公里的路程相加 从洛邑到西王母之邦也总共走了 不过是一万一千四百里 从西王母之邦到西北矿野又走了一千九百里 这总共加起来是一万三千三百里 其实也不到一万四千里 也差了七百里地 我们大概猜度一下 这浪费的这些里数有可能是走了冤枉路 有可能是走着走着迷路了 或者碰见鬼打墙 走着走着又走回来了 或许就是当时随行的史官这个数字他算错了 这个史官的数学是某一位历史课代表教的 不管怎么样单纯说从洛邑到西王母之邦的距离就是一万一千四百里 按现在的单位折算那就应该是五千多公里 这个距离即使是直线距离也是不可能到埃及的 而且在西周的时候一里并不是现在的五百米 关于这点呢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常理之说 即是说在周朝时期每里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四百多米 还有一种说法呢是一位日本学者提出的 叫短理之说每一里相当于现在的七十七米 到底西周时期采用的是常理还是短理 目前呢还没有定论 相比较而言呢我觉得常理的可能性可能更高一点 史书中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 说孟子从腾国到魏国去拜访魏国的国君 当时呢魏国的国君就对孟子说 说你不远千里而来实在是太辛苦了 腾国距离魏国的距离按现在的算是六百多米 而如果按常理计算的话就是七百多米 而如果按照短理77米计算的话 那就是好几千里了 魏王对孟子说你不远千里而来 肯定是为了表达一种这么远的路 你还来了实在是很辛苦这个意思 如果当时使用的是短理的话 那明明走了三四千里的路 而魏王却对孟子说你走了一千里 那孟子肯定会有疑惑 你到底是想让我来还是不想让我来呀 而如果按常理算的话 七百多里魏王稍微夸张一点说是千里 这听起来还是蛮靠谱的 那么如果按常理计算的话 从洛邑到西王母之邦的一万一千四百里 也就是最后合成的是四千多公里 这个公里数更不可能到达埃及了 所以说呀 西王母肯定没有埃及户口 至于那个埃及法老西阿姆 他毕竟是一个男的 而《穆天子传》中的记载 西王母怎么看都是一个女的 至于说昆仑山指的就是胡夫金字塔 这种说法是不是把昆仑山这座神山 说的也太小了一点 再伟大的人类建筑 又怎能与大自然的鬼斧神功相比呢 再说了如果周穆王真的此行是去的埃及 那么这一路上绝对不会像《穆天子传》中记载的那样顺 那样功必克 那样处处有人请客送礼 在同一时期这条路上还有一个强大的帝国 就是亚述帝国 周穆王率领着西六师这样的部队 通过亚述帝国的境界 怎么可能不会爆发一场战争的 而不管是亚述的历史上 还是在《穆天子传》中都没有类似的记载 同样埃及的史书中也没有东方大国的天子前来拜访的记载 那么周穆王到底是在哪儿会见的西王墓 如果是按照短里计算 11400里也就是折合差不多2000多公里 这个距离应该只能到甘肃省的西北部 很多学者还是倾向于应该按长里计算 那么就应该是走了4000多公里 这个距离是和从洛阳到中亚地区的距离是相当的 在结合《穆天子传》中记载的沿途的山川的景象 所经过的那些部落也都明显带有着游牧部落的特点 以及当地的矿产 比如说群域山上的群域 这个地方很像是新疆的和田 看起来这条路线更像是从新疆 一直进入了西域的腹地 而西王母所在之地 很多学者认为是在现在的巴尔克什湖的南岸 巴尔克什湖也是西域各国与中亚的分界线 周穆王在那里的姚池曾经宴请西王母 而唐朝时期安息都护府下属的姚池都督府 就设在这个地方 我们熟悉的唐朝诗人李白就出生在离这不远的一个地方 叫岁叶 这个地方呢也比较符合山海经中所记录的 说昆仑之秋是在西海之东流沙之滨等等 在中国史书中西海通常指的就是现在的青海湖 其实青海湖以前很可能就是海 新疆地区也有很多的沙漠 比如说塔克拉玛干沙漠 其他的河流什么赤水呀黑水呀 在新疆地区应该也不难找 而且山海经中记录的地形毕竟是那个时代的地形 经过了几千年以后 现在的地形和以前已经大不一样了 所以如果我们只按照现在的地图来找的话 未必能够反映当时的情况 现在很多中亚的史学家们已经可以证实 在公元前12世纪到9世纪 也就是对应中国的殷商晚期和西周早期 这段时间在中亚地区曾经出现了一个文明 叫卡拉苏克文明 这个文明有一个主要特点 它是以母系氏族为特色的文明 在吐蕃的史书中也曾经提到了那个母性氏族的首领 他们的女王藏语的简称叫苏比 而在新唐书中也提到东女王西腔之别中也 也就是说这里的女王她们也是骨腔人 刚才我们提到了周牧王此行的目的很可能也是一次寻根之旅 他回到了周人祖先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而他们的祖先与西王母又有着很大的关系 很可能西王母是他们祖先心目中的神 所以西王母可能并不是一个人的名字 而是一个职位 而且这个王位很可能是世袭的 这似乎也就可以解释了 为什么周牧王在拜见西王母的时候 指的是谦卑之礼 那是因为她要拜见的并不是一个世俗的人 而是一个神 不管西王母到底是人还是神 至少在周牧王和周人的心目中 她是像神一般的存在 所以周牧王会用白龟和玄碧 这样只有祭祀神灵的时候 才用的礼节来拜见西王母 而如果要说周牧王当时拜见的是埃及法老的话 虽然说法老的地位很高 但周牧王毕竟也是东方大国的天子 而这个东方大国与埃及并没有番薯的关系 那周牧王又何必要自贬身家呢 周牧王还送给了西王母很多礼品 其中包括一百纯彩锦 纯是当时的一个数量单位 一纯差不多是五两 也就是相当于一匹 所以周牧王是送给了西王母一百匹的彩锦 还有几百匹的宿锦 这么多的丝绸西王母也用不了 估计他也会拿着来做贸易 所以我们也可以猜想 那个在金字塔中发现的女性木乃伊身上的丝绸 很可能就是从西王母那里倒过去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周牧王与西王母可以说是做成了一笔 有历史记载的最早的在丝绸之路上的一桩贸易 此桌贸易奠定了周牧王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 第一位外卖送货员的崇高地位 西王母也非常愉快的为周牧王点了赞 为了答谢西王母的盛情款待 周牧王还特意在瑶池包了一家歌厅 在那里两人是开始了一番对唱 西王母唱道 白云在天山林自出 道里幽远山川所知 将子无死尚能复来 就是问周牧王 你走了以后还能再回来吗 周牧王说 就是说我现在回去要治理国家 把诸下就是各诸侯国都治理好了 以后我会回来的 三这里是虚数 大概就指几年时间 西王母又唱道 足笔稀土圆居于野虎豹为群于阙于处 家命不迁我为帝女 彼合市民又将去子 吹声鼓黄忠心详详 市民之子为天之望 意思呢就是说我住的这个地方呢 虽然有虎狼住多条件不是很好 但我毕竟是天地的女儿 我必须要长久的居住在这里 不能随便走 而你呢又是异国的天子 要考虑的事情很多 其中提到了她是天地之女 就是神的女儿 这进一步印证了西王母身上所具有的神性 饮验完毕 第二天周牧王又登上了附近的衍山 在山上种了一棵槐树 又在一块巨石上写下了西王母之山 下山以后 周牧王又在西王母处逗留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这段时间他们到底做了什么 史书上并没有言明 后人曾经对这段时间批注到 运外之事难以聚表 再后来周牧王从西王母那里得到了西北旷野的无限狩猎权 所以他就带着西六师到那片旷野去狩猎 周牧王也是一个喜欢动物的人 而且他这人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客气 西六师在这片旷野上一番狩猎以后 史书记载鸟兽禁绝 就是说一个喘气的都没剩下 又过了几个月 在熬过了寒冬以后 周牧王一行开始东返 这次他们走的是不同的路 而且速度明显比来的时候要快了很多 因为他们得到了消息说国内的徐燕国发动叛乱 所以周牧王要尽早赶回中土平乱 很明显周牧王是一个精力非常充沛的人 他在与熬王母缠绵之际 他的身边还有另外几个女人 其中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圣姬 在西行的全过程中 圣姬一直陪伴在周牧王的身边 另外还有两个女人是周牧王在路过赤屋市的时候 赤屋部落的首领送给周牧王的两个美女 一个叫女说一个叫女猎 西行归来以后周牧王又开始东巡 在这过程中圣姬染了病 生病的时候圣姬曾经喝过一种姜 觉得非常好喝 周牧王就命人飞济取姜给圣姬来喝 圣姬喝了以后呢 病情略有好转 但很快病情继续恶化 然后就去世了 周牧王非常的伤心 在《牧天子传》第六卷中 大量的笔墨记载了周牧王的伤痛 和他为圣姬举办的隆重的丧礼 周牧王是以王后之礼下葬圣姬的 在《牧天子传》第六卷短短的几页纸中 光哭字就出现了三十几次 在他东征的过程中 有一次看到两颗并排的柏树 周牧王又想起了自己的爱姬圣姬 不禁悲由心中大哭起来 天子永念伤心乃思书人圣姬于是流涕 天子不乐出于永思 天子哀之乃又流涕 平定了东部叛乱以后 周牧王也并没有马上回头去找西王母 倒是在《金本竹书记》年中有记载 说西王母他自己来到了浩京 周牧王让他下榻于昭公 但因为只有这一处记载 所以呢难以考证 很有可能的是周牧王再也没有去见过西王母 西王母也没有来过 这段跨越万里的神人之恋 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结局 就正如唐朝诗人李商隐的这首诗 摇池阿母奇窗开 黄竹歌声动地哀 八郡日行三万里 慕王何事不重来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这里是风下杂谈Franc家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